来关注马西岭路一名男子砍伤邻居后怀疑自焚的案件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和伤者之间没有发生纠纷 不过有居民告诉记者吴良祥 两人在前几天曾经为了毛绒玩具发生口角 居民提供给本台的画面显示 被邻居刺伤的男子马吉满身失血 惊心的是目前伤势已稳定 伤者马吉和外号名叫胖子的死者 同住在马西岭路第四座组 据了解两人相识14年来相安无事 直到事发四五天前 主管马西岭区的议员赫华吉 下午中方案发阻止疫情居民 一旦发生邻居纠纷 应尽快向基层领袖寻求协助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